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所介绍的是 蔬菜田杂草及除草剂使用 近年来农药所所调查的结果 本省蔬菜田常见的杂草多于50种 主要的杂草有马尺线、牛津草、红角败、李长、小月飞笛、龙葵等 田里发生的杂草种类及数量 因地区及以往栽培及管理情况有所差异 即使是同一块田 在不同季节所长的杂草也不同 高温多余的夏季 蔬菜田的杂草以一年生的河本科草 例如牛津草、马糖、芒季为主 以及部分的阔叶草如马尺线也线 而干冷的冬春季节 几乎完全是阔叶草 耳耳长、早苗疗、小月飞笛的天下 蔬菜作物种类繁多 包括根菜、金菜、叶菜、花菜及果菜等数十种 其植物特性、管理方法及对除草剂的反应各不相同 在除草剂的使用则不如农易作物普及 随着农村劳力缺乏及工资昂贵 以及提高产量、品质、降低成本 因此蔬菜栽培上对除草剂之需求日渐增高 目前已有22种除草剂登记于蔬菜田 常见的有拉草、丁基拉草、涅草安、斯德普、丙达宁、达乃安、李酉龙、福济普、快福草等 登记于12种不同的蔬菜作物上 但大多数蔬菜尚无任何登记除草剂可用 是推展、正规及合法的防治工作上 期待改进及加强之部分 除草剂的使用需注意的原则如下 第一,适用于蔬菜田 早期防治的除草剂大多数是属于土壤适用的 这些除草剂对刚萌芽的幼小杂草最有效 所以除草剂的适用必须把握时机及早适用 否则到杂草长至4到5片叶时 防治的效果就大为降低或者完全无效 第二,一般农药喷丝时配药仅依照西式倍数 这对于杀虫剂及杀菌剂而言是相当适宜简便的 但对于喷在土壤中的除草剂就常常造成极大的效果差异 相同的西式倍数往往因喷药速度、压力、喷嘴形式等 而使实际喷到土壤表面的药量而有所出入 多喷者容易产生药害 量不足者则达不到杂草防治的效果 所以,适用除草剂必须有一分地用多少药量的观念 将正确的药量平均的适用于田面上 不能只考虑西式倍数 第三,每种除草剂只有其适用的对象 不可随意使用 对一种蔬菜安全的除草剂不一定能使用在另外一种蔬菜上 所以,不熟悉的除草剂或不是正式登记推广的使用方法 不宜清帅的大面积使用 第四,除草剂的推荐使用量通常是针对一般质地的土壤所设定的 这种剂量对沙质土壤而言往往过高容易引起要害 对土质粘重或有机质含量高的田地则剂量不足 所以除草剂的适用量可依土壤性质来调整 土壤水分是另一个影响药效的主要因素 土壤干燥时,杂草种子多半不能发芽 而除草剂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所以是用蒙前除草剂时 最好能保持田面土壤湿润 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以上所介绍的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若有问题或不了解的地方 请到附近改良厂或农业研究单位洽询 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